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 人在最小的世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世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小做起 当COVID-19渐渐扩大时 在我脑海里浮现小时候常听到的一首歌 歌词是一滴一滴的嘴,吃嘴哭得大 这首诗歌提醒我 一个微小的事物亦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当COVID-19从个人,社区,城市 到国家,甚至到全世界时 范围之广,出乎人的意料之中 卫生医疗,社会经济 甚至是国家外交都影响非常大 隔离,社交距离,以及各种的禁令 使人身心上受到极深的伤害 幻为之广 影响甚大,影响甚大 伤害极深,却是躁晕于一个人们肉眼无法看见 却实质存在的病毒 看不见并不代表没有 听不到并不代表没有发生 很多时候人们看不见听不到 是因为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听 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听 是因为当你看到听到会伤心难过 然后就有可能需要付出代价去处理 不想付出代价 不想伤心 不想难过 所以就把眼睛蒙住 耳朵塞住 好一个眼不见为敬的鸵鸟心态啊 其结果就是使环境门难 使万物之灵的人类门羞 也辜负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 要人类管理与治理大地的吩咐 这个辜负 使上帝所创造 看作是美好的世界 变章了 2002年初次来到的布可时 在路上难得看到一个垃圾 足今路上的垃圾变多了 环境变差了 心里想着 嘴巴念着 是谁又把垃圾丢在路上呢 与此同时 听到一个声音说 谁愿意为我把垃圾捡起来呢 顿时 我惭愧了 也明白了 立大事做大事的观念 使我忘记从小做起的基本概念 也忽略了行小善所成就的大功效 因此 我对主说 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做小事 我也期许 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为主做小事 最后 请你们一重来思考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该如何做 作为人类的义分子 该如何行 身为一个德比克 如何使这一个城市 更加适合居住 愿上帝祝福你 深圳的爱 永远我 深圳的火 熬灵我 深圳的使命 占有我 深圳的灵 永远我